兄弟 你这是参加了十周年演唱会啊 我得这么伤心 别瞎说啊 还不止你胃太大了 熏得我眼睛疼 哎呀 个人魅力太大 挡不住 睡觉我有那么多酸胺酸梅 用被切开 它们就立刻飘在空中 刺激你的眼睛 可不就泪失惊了吗 那我闭着眼切总行了吧 你傻啊 把我放水里切 不就能减少自己性气体挥发了吗 每次切你都得浪费一盘水 水费不要钱啊 握不住的沙 不如扬了它 哎哎等等 还有个办法 你切我的之后 浇快口香糖也能不流泪 人体下眼瞼 有个排泪小孔 连通鼻梁和喉咙 一边浇口香糖 一边切洋葱 可以在口腔形成负压 把眼泪吸到口腔里 可不就没有流泪的烦恼了吗 这么神奇 尊度假度 口香糖和洋葱 这么风马牛不相及的组合 居然有这妙用 果然 学好树里话 走遍天下都不怕 哎 真是服了 一盘发霉 一盘发芽 都不能吃了 对嘞对嘞 我们都不能吃了 快把我们都扔掉 我是发芽不假 可我又不是发芽苦豆那般 吃了可能中毒哦 你清了它的 你就要去跟太阳煎饼煎了 哎 真是太恶毒了 才不是嘞 其实我们发芽花生就跟豆芽一样 不仅能吃 而且营养价值比花生本身都还要高 花生发芽后 脂肪含量会降低 维生素大大提高 抗老成分的白鲤芦醇 更是高出好多倍呢 原来如此啊 差点就中了八枚花生的道了 把你也丢掉了 为了保持年轻 可得多吃点 咱们在地下修行了这么久 是时候蜕变成枝料 去树上唱情歌了 大哥 你知道 咱们可以炸 煎炒 水煮 烧烤 多少人寄予我们 你现在敢出去 很开心 你跟着我 晚上没人发现咱们 哇 这里好光滑 好好玩 大哥 别玩了 咱赶紧往上爬呀 这有啥好玩的 确实好好玩呀 救你玩 现在被打住了吧 大哥 要怪就怪树上那一圈胶带呀 太滑了 不能往上爬了 在树上绑个胶带 抓质料红 也太容易了吧 吃牛肝菌耶 有口福咯 看好了 我是红牛肝菌 吃我 小心糖版版 你又不是红散散白干干 我吃了咋可能糖版版 吃你一口 你还变成了青紫色 真漂亮呀 废话 我又名剑兽青 果然真的是剑兽青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这些操作 只会害了你自己 哇 好多彩色小精灵 你们等等我 我也要悄无 你出现幻觉了是吗 哇 蘑菇竟然会说话 国旗内 还有一种可以直换的毒素 叫做 罗盖菇素 罗盖菇素 附在血清锁中 进入大脑皮层后 搭乱皮层中的神经连接 使人出现幻觉 哇 蘑菇说话 居然还带字幕 你中毒了 赶紧去医院吧 我不可能中毒 我只是吃了没煮熟的君子 老婆不在家 借她项链一用 小心你老婆揍你 我这是按照古法预防 把你们磨成牙粉呀 到时候 大黄牙变大白牙 老婆不得嘎嘎戏翻我 这么大个窟窿 赶紧处理一下 轮到我咯 轮到我咯 啊 静静静 你俩刷钢丝球呢 让你刷白 你怎么把人家刷伤了 哎 一个胆 碰里 都开箭 都开不箭 你俩别闹了 想想办法吧 还是看我的屏幕 杀手剪吧 我这小圆瓶 不是能像显微机一样 正在刷哪 哪里刷不干净 我这都一目了然 云般牙垢 都别想从我眼里逃脱 你看着好了 我还能按牙一胶的刷牙法 给你刷 活了这么多年 头一次这么干净 等等 还有云孽 斩草要出根 走你 果然 又平的才是王者 再也不担心牙坏了 嘿嘿 笑容加小人品大哥 以后你就是我的Super Idol 你咋超猴哄的 离我远点 大哥 不是我臭 是大蒜呀 别挨我 臭不活了 你离我远点 啊 大哥 这气味不是我散发出来的呀 别烦我 大兄弟 你这味道有点刺鼻呀 要你闻 大兄弟 不是我说 你把虫子都给熏走了 要你滚 有虫子咬我 快救救我 看见没 我分泌的味道可以帮你驱逐害虫 大兄弟 不是 大哥 咬你真好 大蒜白菜套重 不仅让白菜少受虫害之老 还可以提高空间利用率 一举两格呀 黄桃罐头 包治百病 哎哟 还敢吃水果罐头 不知道加了多少防腐剂 说的也是 不然怎么能保鲜这么久 别听他瞎说 咱们水果罐头 靠热力杀菌和蜜蜂工艺 20摄氏度到90摄氏度 杀菌20分钟 已经把所有微生物杀死了 我哪还需要杀防腐剂啊 倒是它们肉罐头 你得小心点 需要小心啥 别在那阴阳怪气的 肉罐头可不像我们水果罐头好杀菌呢 指不定加了多少防腐剂 我们肉罐头用121摄氏度持续三分钟 微生物连牙包也死了 我还需要防腐剂干啥 说的也是 既然微生物都死了 你俩何必再添加防腐剂呢 那我两个都吃掉 客官 共菜来咯 请慢用 共菜 不就是晒干的窩笋吗 有必要换个ID吗 啥晒干的窩笋 你自己吃吃看这口感 这口感脆的我都要耳鸣了 可不吗 这爽脆的口感 没想到窩笋晒干了口感这么好 我才不是窩笋 我和窩笋只是看上去很像 但你仔细观察就发现 我的颜色比窩笋浅 此则更加明亮 不仅外形像 颜色更像了 我可是长条型大长腿 而且比较细 窩笋是个小短腿 成体比较粗 你看起来 在粘巴巴的 虽然我是脱水蔬菜 但炒熟以后 爽脆的口感也不会发生改变 而窩笋炒熟之后 口感变得绵软 脆的嘞 今儿把你放生 保佑我中五百万 阿弥陀佛 呸 好险 这咋是海水 小乌龟太有灵性了 别留恋我了 快走吧 大哥 我是淡水龟 你帮我放海水里 你让我活了 小乌龟 你今天就自由了 去追逐向往的大海吧 大哥 你这哪是放生呀 你这是杀生呀 就这至少 还想中五百万 小乌龟 你居然还舍不得离开 我真太感动了 我可太善良了 我淡水龟 给我放进海里 由于渗透压 我身体里水分 都全部流失了 呦 第一次在海里 看见淡水龟 真稀奇 哈哈哈 真稀奇 真稀奇